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7年10月30日 经过6年艰苦奋战 被誉为工程师灾难北非第一岁正式贯通 这条隧道正是由中国铁建中土集团修建 甘塔斯隧道位于首都阿尔吉尔以西100公里 是阿尔吉利亚北方干线铁路的控制性工程 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而修建起来却是难如登天 当地政府当时在进行项目招标时 日本 意大利 土耳其等多家企业纷纷前往北非 希望拿下这个工程 但在实地考察过后都表示见不了 因为甘塔斯隧道处于地中海褶皱段 围沿内地硬力高 且地硬力主方向与隧道近乎垂直 这种X型的力量拉锯极易造成隧道变形 隧道地质构造也比较复杂 主要为泥灰岩夹杂叶岩 浴水就会迅速膨胀且塌陷 被工程界誉为工程师的灾难 有着各类隧道施工经验的中国 在当地进行考察后便拿下了这一工程 2009年7月18日正式开工 铁路沿海而行连接九大海港串联22个省 覆盖全国一半以上人口 可谓是当地的经济大动脉 其中中国修建的一段隧道 左岸线长7346米 右岸线长7335米 总计14.68公里 这也是一整条铁路最难解决的一点 能不能通车 什么时候通车 全源于这条隧道 中国工程师在修建时要面对多项难题 第一资料不全 当时招标时采用的是上世纪90年代的设计图纸 数据不全 方案非常简陋 第二施工难 由于地质环境影响 中国工程师的每一步都是小心翼翼 第三建材资源不足 当地除了石料比较充足 其他建材十分匮乏 连最基本的水泥都供应不上 一年中至少有三四个月都买不到水泥 而且当地对爆破品管控严格 中国工程师每时试一次爆破都要经过层层审批 最终这条隧道终于建成 由于当地政府采用的是法国监理 在验收时他们居然害怕隧道坍塌不敢进来 而且这家监理公司还是设计过英吉利海底隧道的知名企业 最终被中国制造深深折服 这条隧道在当地创下多个世界纪录 阿尔及利亚公共工程与交通部部长在致辞中表示 甘塔斯隧道安排贯通仪式安排在今天意义重大 因为今天刚好是吉利亚国庆节 是对中途集团做出的辛苦努力表示最大敬意 因为这条路对他们实在有着太重大的意义 极大方便沿岸居民的出行和货运 是阿尔及尔到奥兰的行程 从原来的四小时缩短到两个小时 而中国也正在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各国证明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仅是对中国自身发展有用 也会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实现合作共赢的局面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此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转发并关注 我们将持续为您展现了不起的中国成就 下期再见 拜拜